這邊這裡喔 新北到半溪 議員到頂拼 說我政間抄襲對手 我想是個笑話 我被指為政策控 那個從過去到現在 我就是很多的創新的政策 從台中市長到交通部長 那新北市啊 我們也透過當時雙北 然後現在擴機到守股圈 這些都是很多礦件 所以這個當作笑話題就好 最主要是他們弄了很多名詞 但是沒有內容 我們都是有政策的內容 其實大家去比較 也幫我們宣傳 所以請大家好好去看一下 同樣是所謂捷運 他們是輕軌 那有四戰裡面 有四戰這種平面 我們是串連西北到西南的一條主幹線的錢運 是聰明亮的 服務的範圍差這麼多 技術規則也不一樣 然後他們能夠經過的地區也都不一樣 這是一個例子 那隨著我們因為我接受徵召選就只有四個月時間 這一場選舉絕對是非典型選舉 我們必須要組織堅強的團隊 然後組織文宣要能夠到位 所以我們的節奏很清楚 都已經完成進度到下半場 所以我們就會展開包括市場的掃街 各種的巷戰 所以這個是必然的 可是我們整個選舉的節奏是掌握得相當的好 另外還有一個是 場地的問題 我在接受媒體問的時候 我們講的是板橋第一運動廠前的廣場 從劉錫坤院長2014在競選的時候 他當時是借不到場地 然後這個場地現在是我們想借 但是沒有辦法借到 因為很多都已經被人家借走 但是市政府就是不告訴我們是什麼單位借 是這個資訊不透明 然後跟我們講說其他的有第二運動廠 或其他的 那個是不是我們的首選 而且我們講的也不只是選前實驗 非常多的大型的這個運動廠 或的是甚至我們認為像學校在週末 我們以前黨外時代 那個就是民主嘉年華嘛 選舉就是台灣熱熱鬧來辦小事 然後現在都找理由 就是不願意出界 所以事實上是十月開始之後 好的場地啊 我們的進辦的同仁真的是 都找過也很辛苦 所以我才會請說 侯市長來幫幫忙 也許公務員他有些顧慮 那我是覺得那個 陳氏透過選舉讓憲兵有資的權力 其實這個是我們政治人物的義務啦 不是施捨給我們保證者的權利 其實這個是我們政治人物的義務啦